再说下去就是数码城堡 还有爱闻多乐 因为是同场 同场那两只跟从争升威 其实比较近 我觉得难以的程度有点分别 当然在纯继彩绩上 它也叫做接近从争升威 也叫做在之前的这一旅程上 是有表现的 通常我都觉得这些马 在跑回围散打鼻这类的路程 是会有多少帮助 但能否反先这只从争升威 其实是不太大 爱闻多乐就是很硬的马 你看到它这两场都是 譬如前一场最终一百透出 就输了一点回来 上一次就比较足够的从争升威 输到最后一百几十才输 纏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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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不过来说一种 2258百一骨种 爱闻多乐也是收入出秩序 也是接近 原来这种数码城堡 它就直接是角士顿冠军 爸爸,是赎充威 那是小法导 其实两匹第一场行长跑 问题都不大 因为赎充威是源自石标的 两匹八临乱 纯粹要先算上一张的表现 其实数码城堡 我觉得是输一些 几乎比较厚 追上来追近很近 紧紧追不到爱闻多乐 当然爱闻多乐 我們都知道是很韌的 他不想讓你過馬 不過既然是這麼接近的馬 就看回這次淮生打比形勢 排位後數碼城堡又是14台 又是排花在外面 愛文多樂這麼好跑 跟好位也行 有金時分幫他,還要排五檔 似乎如果大家條件不變 愛文多樂點數較高 但上次數碼城堡是有點失敗的 除了出彎走多了之外 如果你看回 終點之後其實是過了那隻愛文多樂 過了 但我就是不明白為何入到直路 那隻馬打得最行 衝得最行的時候,騎士收 是否直路上有邊有規定打的邊 這就很麻煩,現在打邊的規例 因為現在最更新來說 最後一百米,全力衝刺一會 就可以盡量打 任打 但在之前的二百米 就打邊這麼大把,給盡量 你一定要… 剛好用得很出色才行 你有留意嗎 加速上來的時候,打七邊半 數到一會兒 他是衝到最行 隻馬有少許內閃 我不知道他是想修還是… 隻馬要修邊用債推還是修正 總之就是去到那裡是最行的 突然這樣可以做甚麼 現在我發覺很多騎士都開始不理 對,罰就罰,黃牌就照顧你 當然了,但因為這件事 是可以構成抗擾 如果另一個騎士發現了 你在那裡用誰 當了 印在那片,立刻告 你證據確鑿就掉了 所以變成很投鼠忌器 這就是這樣 但在費明頓馬場 這麼長的直路 很難叫澳洲騎士不拍片 但又是這樣 你上一場不停是三級賽 沒有這樣的必要 21萬 對,這場就不同 不同 再數下去,都是快閃和純秀斯 但級數是否較低 純秀斯證實過 我輸給重振星威,重振星威 一而再輸給他們兩隻 我想團頭就沒有了 你不能平綁 還有純秀斯有個好處 他兩場,譬如春筆軍錦標 和暑被重振星威的聯合汽車保險平 他兩個跑法都試過 大頭又可以,拿後跑又可以 這類馬質素有 但可能不及對手那麼強 位置機會就會高一點 至於其他馬裡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說純秀斯的話 我倒不如試試白上道 雖然都是輸過比這些馬 但問題是白上道 我比較喜歡它 例如是跑得多 跑了12次 雖然只得到勝利 但我喜歡它 它拉上來跑1800以上之後 它越跑越準 即是這些馬 其實適合跑長途 多於適合跑短途 機會會高很多 所以如果你說 走過來跑衛生打 比加晴上到2500 最低限度有一點 就是路程方面我不需要擔心 如果你說白上道 前一場很明顯跟重振鎮鎮鎮鎮 不夠級數 一進直路頭 大家欠身位 但衝下去已經被人拋掉了 拋掉了 但上一次平頭的第三位是可以的 因為他一直被快閃壓住 最初打算過半個身位 但回氣再上升 所以第三位是可以的 所以他快閃就下風了 快閃也不行 沒錯 再數下去也是航天園 那隻強身健機真的有點賣點 跑了三場而已 對 其實強身健機 因為上一次我看好那隻超帆進馬 又是差不多的賽職 跑得少 但他應該有這個路程根據的馬 至於強身健機 其實是的 他也是跑得少的 但他又是 第一場跑千日 完全不行 還要膠底 然後上千關 但上千八就贏 贏完之後跑了二千二的表列賽 亦是跑了第二 這些馬也是 最低限度肯定讓你看到 氣量方面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上屆 智朗經典的文耀樂隊 之後跑圍省打比也第四 是的 而且上一場 其實最後五十米還是他贏的 你畢竟是由一百五零 再跳上二千二 回來輸一點點 我想也不錯吧 精猴仔所說 就是在二千米或以上的途城 在他練了一堂氣 他跑進度而已 圍省打比也三歲 所以他跑得近一點也不足為奇 另外一隻航天然 你們剛才提及過 如果你看他的賽職 你不會說跑 5比0 他跑過五次 全部位置甚麼都沒有 問題是他的血統 我查過原來是星球爭霸的兒子 下線那邊 石标那邊的馬是過來的 這些馬完全沒有賽職 但他沒有場輸得很遠 每次都在附近 有個金鳴師 有杯王幫他 這些馬可以突然跑到二千五百米 變成了 因為總是告訴他他以前不是到的 這些馬是可以變成 是不需要理由解釋的 所以他也有幾次的 落場熱身的經驗之後 這些馬就算真的被他跑進來 這些馬也不意外 好,大部分參賽馬都分析過了 兩位又是時候要分享 那兩位 我想從事興趣都要 即是首選 但再數下去 我也覺得百想到 有一點衝勁他 你看他的進度 從鎮升威 另一隻蟲 都不能放下 兩隻蟲一定要 不過第三名或定番的席位 都有很多選擇 例如愛民多浪 還有數碼城堡等等 其實都是在看他興建的 接著回到這場的形勢 剩下的發展 我都會選擇愛民多浪 好,節目來到這裡的時間 真的夠了 多謝兩位嘉賓今天上來了 提前一次大家 星期六就10時 本港台就會直播 維省打飛機場賽事 高清台是10時3時開始 至於國際台是11時 多謝大家收看 另外,我們很快又見面了 因為星期一 我們得知就是麥爾本輩 真是馬不停看,近期再次 真的相當好看 到時再跟大家見面 今晚多謝收看,再見